大家好,今天我录制一段视频的题目叫 摩门教,修斯,巴士鼎域,大水法,铁面人 和我和我妻子经历的世界级的人体实验 题目虽然叫了这么多 但实际上我呢可以逐步给大家讲一下这里头的事情 首先我给加加讲一下 在50年代啊美国有一个大资本家 叫修斯 他后来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个电子公司 还有个直升机公司都是修斯直升机对吧 他为军队进行无线电荷的这个直升飞机的这个研制 修斯呢他呢 关键是请注意大家这个修斯所经历的这场犯罪 就是修斯在他这个由于他生活上比较怪异以后呢 他被这个摩门教徒给控制住了 摩门教徒把他囚禁在一个屋子里 然后呢给他传入的报纸 新闻 呃信件 信息 电话 全是假的 然后这些摩门教徒呢 伪造了司法文件 然后呢控制修斯 通过假消息控制修斯 从事商业商业经营 然后呢 他们在伪造司法文件以后呢 想摆着修斯呢 诈骗修斯 然后霸占修斯的财产 把修斯致残致死 他给修斯灌入的全是假消息 以达到他们商业经营的目的 这是摩门教对美国大富翁修斯的犯罪行为 那么第二点呢 我跟你谈一下 就说在过去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曾经放过一会儿八十年代 后来九十年代 两千年左右 又放过几个不同版本的铁面人 对吧 铁面人 铁面人呢是指的是法国 1789年7月14日法国自治区大革命的时候 首先攻占了八十底玉 八十底玉呢 他在法国当时呢 是一个贵族监狱 当攻占八十底玉的时候呢 发现了七个人 两个精神病患者 四个伪造犯 还有一个侯爵 那个侯爵后来也被送到精神病院 是萨德侯爵 他是一个星雀带者 就但是在这个里头呢 他牵涉到了一个法国 当时路易十四太阳王时候的 一个重要囚犯 道泽 道泽呢 有几种说法呢 说一是说道泽是法国的一个元帅 还有一个说呢 道泽呢 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 也就是说 但是呢 有一点值得重要的就是说 八十底玉一直囚禁的是 令国家感到困窘的 这种贵族身份的人的监狱 就是说这个囚犯呢 他实际上是让国家感到非常的难堪 所以就把这个人给囚禁在那了 当时的铁面人 他带的不是铁面具 带的是这个绒布的那种面具 带的是绒布的面具 那么当时的这个道泽呢 他是服从上帝的安排 也听从国王的指示 实际上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这个道泽 支撑起了路易十四 法国的太阳王 他这个法国太阳王最辉煌的统治 也就是说路易十四的这个统治的 这些东西从哪来呢 都是从道泽这个人身上来的 那么道泽这个人所经历的是什么呢 就跟修斯所经历的摩门教的 那个骗局是一样 我再把修斯 当时所经历的那个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 修斯先生被关在一个别墅里头 然后传入的这个电子信息 包括信件 报纸 电话 包括电视节目 所有这些全部被摩门教徒所掌控 那么修斯在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是被当个生物计算机 当做一个运营操纵的生物计算机在那里使用 当做一个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在那里使用 按照认知神经科学呢 他这个这套摩门教徒囚禁绑架 控制 使用修斯先生大脑的这种方式 依据了四大理论 一个是物理连接 一个是符号连接 一个是模块理论 还有一个社会现实理论 认知神经科学的四大理论 这就是为什么摩门教徒 因为有这四大理论 他包括他的电视 电话 邮件 报纸 所有这些信息 虽然都是假的 他基于的是什么呢 基于的是模块理论 物理连接和符号连接 他利用修斯的大脑去进行商业经营 但是后来摩门教徒呢 他伪到司法文件 想霸占修斯先生的财产 为什么失败了呢 因为修斯先生 尊重了最后一点 社会现实理论 所以这个摩门教徒失败了 那么再回到这个巴士抵御当时的现场 巴士抵御当时的现场 这个道则 一种说法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 还有一种说是法国的一个元帅 但不管怎么样 他被关在一个贵族的监狱里头 这个监狱是让国家感到窘迫困窘的人 让国家感到窘迫 这是让国家难堪的人 这就是当时那个道则 他接收的信息也是一样 他跟他通过信件呢 传话啊 伪造各种心理暗示啊 把他当做精神病人一样 当做生物计算机一样 被使用 被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1789年7月14日攻陷法国巴士抵御以后 发现了两个精神病院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被处于妄想症的 通过心理暗示术和信息诈骗术 把他们处于一种精神毒品的注射过程中 使他们处于幻觉和妄想的过程中 使他们丧失了真实的社会 真实的社会中的自我 为什么要把这人囚禁呢 囚禁就是让他脱离社会现实 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就在认知深知科学的四大理论里头 他就只能限于模块理论 物理连接和数字连接的这个 生物计算机的运行状态中 他就完完全脱离了最后一道理论 社会现实理论 完后这个人就完全在这里疯狂的运转 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 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真实的处境 真实的社会地位 真实的社会层次 真实的自我是谁 于是就处于那种精神病的 妄想症的状态 这就是最开始的那种电信诈骗 也就是说 当时那个铁面人 还有修斯先生所面临的这个 我们叫做骗局 还有中国的大水法 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 使一个人在物理连接 模块理论 还有符号连接的这种反反复复的信息诈骗中 失去自我 失去自己在现实中的自我 处于一种疯狂的思考 状态中丧失自我 而成为精神病患者 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巴士 抵御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精神病人 四个伪造者 伪造者是什么东西 这四个伪造者是什么东西呢 他就传递假消息的 而那两个精神病患者是什么呢 就是那两台生物计算机 这个萨德侯爵呢 他是一个性虐待者 这就是当时1789年7月14日 攻占法国巴士地域时 发现了七个人 当时的监狱里没有其他人 这是一个贵族监狱 也就是说当时 为什么要攻占法国的巴士地域呢 他是一种王权的象征 是封建贵族体制的象征 那么当时封建贵族 他统治法国的时候 就已经在巴士地域内 通过认知科学的四大理论 剥夺最后的社会现实 求见一个人 而通过信息诈骗 使人疯狂的运转起来 丧失自我直到成为精神病人 为这个国家当作 生物计算机去使用 那么大家还记得 在圆不圆的大水法了吗 那个大水法当时 就是法国人设计的 那个大水法就是法国人设计的 所以当时在巴士地域的时候 就已经采用了 信息诈骗的方法 应用了认知神经科学 剥夺别人社会生存现实 然后制造妄想症 使用人的大脑当作 生物计算机来治国理政的 甚至从事商业经营生产活动的 这样的一种反人类罪行 那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和我妻子所经历的是什么 我和我妻子所经历的 就跟当年修斯先生所面临的 摩门教徒的骗局 还有巴士抵御 还有中国清代的大水法 法国人设计的大水法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是面临着电信诈骗 也是面临着电信诈骗 只要我和我的妻子 一旦不能够正确的认识 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社会阶层 社会地位 社会的真实生存状况 我们马上就会成为一个丧失自我的精神病患者 而我和我的妻子 坚持了社会现实理论 因为它四大模块 我再说一遍 模块理论 物理连接 符号连接 我和我妻子为什么痛苦不堪呢 因为我们的网络 电话 邮件 信息 完全被共产党进行了网络封锁 包括我们家的电视 所有这些人都被 控制住 成为他们电信诈骗的长左 那么他这里头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 包括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家的楼道里 因为我们要给梵蒂冈教皇上书 阐述他这种共产党活摘人导机关的反射的罪行 所以这个犯罪分子呢就在二楼放了一个百合花 百合花是梵蒂冈教廷的国花 然后呢 又在三楼的301用红字写了301 在三楼的楼层上用红字写了3 在四楼用红字写了4 但是在五楼二楼一楼六楼都没有写字 这是干嘛呢 提醒我呢 301大家都知道吧 除死中央领导人 红字呢 先写代表生死 让我三思 看见没有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电信诈骗的 王王梵蒂冈的百合花 梵蒂冈的百合花 现在那黄杰夫是不是到了梵蒂冈 去参加活摘人导机关的那个研讨会了 没有错误吧 所以这一切往往缓缓相扣 大家看到了没有 王后在我的屋子里内 共产党的秘密警察 用神经控制武器 不断的给我进行心理暗示 操控我的人脑 妄图把我治残 治死 让我产生妄想症 那么在东城区的金城河医生曾经说过 妄想症有几个特点呢 第一 你作为某某社会中的人 你妄想与某某人有什么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 你妄想 你有多少多少多少钱 第三 你居然敢指出了 有人使用无线电对你进行诈骗 那也是妄想 这是为什么他掩盖罪行 而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呢 正是无线电的神经控制武器 他想扭曲我的思维认识 扭曲我的心理认识 使我脱离社会现实 然后他们组织国保 公安 社会流氓 栽赃我是精神病人 栽赃我是精神病人 然后把我们折磨的痛苦不堪 大家看到他在楼道里搞的这一幕了吗 知道他的秘密警察在我屋子里是怎样 黑箱操作了吗 就跟当年对待修斯先生 和对待八十底域的甜蜜人道德 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认知科学的四大理论 来对我们进行草物人道的人体实验 活摘人脑 拿人脑当生物计算机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家内 在我妻子的房间内 对我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他是怎么进行黑箱操作的 那么奥远村派出所 对他们非常清楚 奥远村派出所的姚江警官 已经通知了农机院所有楼道的住户 这是属于电信诈骗 但是这群国保 可能指的就是他610办公室的犯罪人员 居然跑到奥远村派出所那去 威胁公安民警 说什么 对我进行证审 但实际上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是活摘人脑器官 跟在八十底域和对待修斯先生的犯罪行为 是一模一样的行为 对吧 大家可以到这个维基百科中 去看一下八十底域里的介绍 一个性虐待的萨德侯爵 还有两个精神病患者 两台生物计算机 四个伪造的罪犯 造假者 信息诈骗者 这就是当时1789年7月14日 解放八十底域时 所逮捕的七个人 释放的七个人 其他没有 这就是大水法的真相 这就是八十底域的真相 这就是道德 铁面人的真相 这就是修斯 先生与摩门教徒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 夺回自己财产的真相 那么中国共产党610办公室的秘密警察 他们在最高点最高法的支持下 以国安局为操盘手 调用了公安 国安国保 对我使用神经控制武器 活摘我人脑器官 在我屋内 进行有关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电信诈骗 妄图霸占我财产 行凶杀人 趁活打结 杀人灭狗 而且还想栽赃我是精神病人 他们动用了神经控制武器 直接刺穿我的大脑 大家知道那个美国加拿大 那个加拿大那部电影 入侵脑细胞 可以去看那部电影 还有一部电影 应现 大家也可以去看 还有一部电影 叫义次元 讲的是一起谋杀 他们在我屋内 对我进行的 就是这一套精神 神经控制武器 对我精神折磨的一种酷刑 他们就是以拆迁的名义 追到我屋内 用无线电 对我行凶犯罪 为了霸占我的财产 达到杀人灭狗的目的 因为过去他们曾经 在精神病院 伪造了这么厚一锣 我有精神病的病例 而我根本就没在那里看过病 他们就为了我霸占我的财产 就使出了这种 惨不人造的手段 大家看清楚了吧 这就是脑控犯罪组织的真面目 所以我请大家再想想 修斯先生与摩门教的斗争 八十体一铁面人道德的遭遇 1789年 解放了一个性虐待的侯爵 两个精神病患者 四个伪造信息的罪犯 还有什么呢 加拿大电影 入侵脑细胞 加拿大电影 易次元 里头的杀人案 还有中国放的影片 映线 都充分揭示了 他们使用神经控制武器 犯对 谋财害命的本质 而我 是那个给车 给这个世界拉车的那匹马 我妻子呢 是给这个世界拉车的那头牛 前面上帝领着路 后面撒旦催促着 我们两个人要成婚 我们就是这样两个 从一出生 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的两个孩子 我们好不容易聚首到了今天 走在一起成为了夫妻 而我们这几十年 就是被共产党扔在这样一个 让国家 因为我们 我和我妻子 是让国家感到尴尬的人呢 感到困窘的人呢 这样的人都是被关在 国家的巴士体域里头啊 脱离社会现实啊 所以我们就被扔进 这个垃圾桶里 一直艰苦奋战 与共产党的反人类犯罪分子 奋斗到了今天 所以凶手 中国共产党的凶手 在我家内进行了电信诈骗 被公安局当场揭穿 他610办公室的法医思分子 到奥尊派出所 去威胁公安民警 激起了 所在派出所的 民警同志的愤怒 他们这是公开的 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刑求犯罪 现在我把这段经历整个跟大家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 共产党在我们家内 翻墙入室用神经控制武器 残害我 我为什么我能知道这些呢 我告诉大家 一开始他用神经控制武器 在人体实验场残害我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了异常 那大概都在十年二年以前了 当时我的父亲就曾经告诉我 不要理他们 那也都是假的 我父亲告诉我 为什么是我父亲告诉我呢 因为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 都是这样惨到中国共产党迫害的 他们现在把我父亲迫害的 都已经在心理和性格上 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但是我父亲 深深的知道 他共产党十足的真面目 所以当我把这一切 抛弃给大家看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我和我的妻子 是这个世界上的核心人体实验品 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 感到困窘和尴尬的人 所以他们要把我们置残置死 而我和我的妻子 有一笔财富 有一笔财产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中也曾经说过 我们愿意拿出一半 与犯罪分子 达成和解 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 愿意拿出我们财产的一半 让犯罪分子停止你们行凶 放下你们的神经控制武器 与你们达成和解和平共处 我们作为人 我们已经做到了人之意尽 那么针对中国共产党这种罪行 在2002年7月1日的 过海牙国际刑事法庭 罗马规约中 已经制定了 相关的规定 关于酷刑 强奸 拿活人做人体实验品 种族主义破坏 政治性破坏 宗教性破坏 这都属于反人的罪 还有战争罪 这都属于反人的罪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警察 可能就是610的 以最高检最高法作为支撑 国安局操盘 给我打电话这个凶手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吧 原来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流氓 他打电话来说 就是他害的我 这个人说什么呢 说他与国安和公安是一体的 他的组织现在发展的很大 那么他能是什么呢 他只能是国宝 因为我父亲自称他也是国宝 而我妻子的父亲自称他是国安 所以他可能就是国宝 610办公室底下的 反人类的法医司犯的分子 他们现在在我屋内还在进行了 产不人道的人体实验 所以我坚决把我所说的一切 以社会现实存在为理论为基础 录制成视频 广泛的传播给全世界 在中国大陆境内 他中国共产党不允许我的视频对外广播 捂着我的嘴 行凶犯罪 也就是说从08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政治改革 根本是个骗局 他们是发动起来残酷的迫害 我和我的妻子 因为我们是使国家感到难堪困窘的人 所以他想把我们置残置死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趁机趁活打劫 霸占我和我妻子的财产 就如同对待当年的修斯先生一样 甚至不惜伪造了巴拿马文件 然后想霸占我们的财产 把我们杀人闭口 致死致财 但是因为我和我的妻子 顽强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犯罪分子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步不离 寸步不让 坚持社会现实 所以凶手始终没有得逞 我们已经给1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22个国家元首上书 给海牙国际打听上书 给瑞士联邦政府上书 给国际记者联邦上书 然后在最近 我再次向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上书 阐述了这种罪行 那么在下一个视频里 我将把我的全文朗读给大家 免得他中国共产党赖账 所以说我和我妻子就相当于美国当年与摩门教进行坚固斗争的 修斯先生和他的妻子一样 我们要拿回我们自己的财产 我们愿意捐出一半 贡献给这个社会和国家 贡献给这个世界 但是前提是你胸口必须放下你的神经控制武器 与我们达成 与我们这样的受迫害的人达成和解和平的解决问题 承认你们的反人的罪行 揭露事情的真相 这样为前提 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一半财产 捐献给这个世界 捐献给这个国家 捐献给这里的中国人民群众 捐献给这个政府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事情整个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件事情的犯罪的起因 经过结果 技术原理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 已经存在的犯罪案例 现在我给大家都已经解释清楚了 而且我们对这种犯罪的态度说的也就非常清楚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 坚决要求中国政府 放下你们的神经控制武器 停止在我和我妻子家里的刑击犯罪 停止你们的心理操控暗示 等各种反人的罪行 逮捕罪犯 彻底揭露这反人的犯罪行为 我们愿意拿出一半的财产 捐献给你和共产党的国家 政府和人民 以达到与这种犯罪体制和解的目的 我们我和我的妻子将携带另一半财产 我们要求美员 立即移民前往加拿大 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反人的犯罪团伙 彻底断绝一切关系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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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